Mass对象的话,它是什么回事呢?就是说它是什么已经实地化的一个什么对象啊,我们实际上可以直接用啊,实地化的一个对象,那么它里面可以帮我们做一些数学运算啊,好,来看一下这个Mass对象 好,这个Mass对象的话,那么它里面是,里面有方法,有属性啊,比如说最常用的一个方法啊,比如说这个Mass是吧,比如说是这个,这哪一个,比如说哪一个什么呢,哪一个这个Sπ吧,或者是Iπ,啊,π,啊,π的话大家有没有印象啊,π,听过吧,3.14是吧,好,这个的话就是, Mass里面的什么呢,Mass里面的π,啊,它里面的π,啊,好,它就把这个值存在这个里面了啊,这是一个对象吗,对象里面是不是有属性啊,属性啊,好的,弹一下看一下啊,Alt一个什么呢,Iπ, 好,哦,不是这么写的啊,undefined啊,好,那么如果说我们不知道这个对象怎么用的话,是在这里来啊,比如说在这里面用这个Cancel,是吧,Cancel的话,给它敲一个什么呢,Mass,是吧,Mass, Mass回收,看一下,那么它们这个Mass呢,给它,给它写出来啊,是吧,它里面有很多个方法和属性,是吧,看一下啊,好,这里面有什么,这个π吧,看见没有,π,啊,是大写的啊,是大写的啊,好,那么这个时候什么呢,拿一个,π,是吧,π,大写啊, 好,再来谈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是什么呢,就是3.1415926,是吧,什么525626,是吧,不是,不是,啊,三天,三天一次,一虎九,二两肉,是吧,三天一次,一虎九,二两肉啊,我们当时这么背的啊,三天一次,一虎九,二两肉,啊,好,这就是π吧,啊,π, 那么可能你会用上这个值,是吧,那么我们说了,这个对象是有方法和属性组成的吧,这个里面什么,这是属性吧,属性就是它的什么,就是它的变量,实际上是吧,就是它的变量吧,是吧,就是它里面的变量啊,好,那它里面的变量是属性,那么有什么方法呢,是吧,好,那么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,就是它里面的一个rondon的方法啊,rondon的方法,比如说拿一个什么呢,i-lum吧,i-lum啊,等于这个这个Mass, Mass,Mass,然后是rondon,啊,rondon,好,这样一个方法啊,好,这个方法是干嘛的呢,它是什么呢,它可以返回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随机数,啊,零到一的一个随机数,啊,零到一的一个随机数,啊,零到一的随机数怎么样呢,就是我们可以做随机数的时候可以用它,啊,就随机数的时候可以用它,啊,比如说alert一个什么呢,i-lum,啊, 好,弹一下,大家看一下啊,好,它会返回一个零到一的随机数,是吧,比如说零点四啊,是吧,零点四啊,好,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返回某一个,某一个区间里面的随机数怎么样呢,我们这里面没有这个函数啊,只能自己做,啊,拍摄里面好像有吧,是吧, 返回某一个区间里面的随机数,啊,这个地方的话,我们怎么样呢,我们如果想做一个返回到某一个区间的随机数,只能靠这个什么,函数,然后自己做,啊,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,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,我们来,来定一个什么呢,来看一下它大概可以返回什么值,是吧,好,比如说我们来定一个什么呢,定一个数组吧,比如说等于一个空,是吧,等于空啊,等于空之后怎么样呢,我把它产生的随机数, 是不是可以放进来啊,放进来啊,好,放进来之后,那么这么做吧,这么做啊,好,比如说我来个负循环,是吧,负什么,负i等于零啊,i等于零啊,好,i小于这个,i小于这个二十吧,然后是i加加啊,i加加,好,然后的话怎么呢,我把这一句放到这里来啊,这一句放到这里来,放这两只之后怎么样呢,我把这个数可能塞进去会不会压, 把每次生成的数把它push进去,是吧,arr,然后push,push一个什么i-lum,是不是可以啊,好,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,就每次我就重新定一个i-lum吧,是吧,i-lum的话就用这个mask random给它复制一个值,然后把它塞进来,是不是这样呢,好,塞完之后怎么样,我再来什么呢,弹出这个的值看一下啊,这个i-lum,是吧,弹出这个值看一下啊,好, 啊,弹出这个ar啊,是吧,ar啊,看一下啊,好,这个时候什么,就放了二十个值进去了吧,放了二十个值进去啊,好,看一下,那么是不是这么多值啊,这么多值啊,好,这个的话就是,不好看吧,很不容易看是吧,不容易看啊,好,不容易看的话,我们实际上是啊,我们一直没讲了,还有一个什么呢,调试程序的方法啊,一直没讲啊,好, 好,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一下这个调试程序的方法啊,前面都没说的啊,那么还有一个什么调试程序的方法呢,就是这个concel log啊,concel log的话,这个比alert的话是不一样,alert是什么,很直观,直接弹出来给你看吧,concel log的话是什么呢,它是什么,它是可以什么,在这个concel里面把它打出来啊,打出来给你,但是程序还是往下执行的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这个地方不用alert啊, 拿一个concel log,concel log啊,concel log,把这个alert放进去,看一下它是什么效果是吧,好,这个时候的话,再来跑一下这个页面啊,再来跑一下,跑一下,跑一下这个页面,那么这个页面的话,它是不会弹出的,没有弹出是吧,那么我们在哪里看呢,在这个concel里面看啊,这个concel里面看一下,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个AR20啊,有个20的,是吧,把它点开,是吧,那么是不是有这么多数啊,这是我们刚才生成的数,是吧,那么这个数的话是什么呢,是从0到什么呢,0到1,但是不包括1啊,不包括1,是这样子的,是吧,比如说0.9,是吧,0.5,0.2,0.000,是吧,好,这样子啊,0.9啊,好,大概是这样的一个,一个什么呢,区间啊,好, 那么如果说我们怎么样呢,想获取某一个区间里面的这个数啊,比如说从10到20,这个区间里面的随机数,是吧,10到20这个区间里面的随机数啊,那么我们还要,还要什么,借助一些,一些方法来做这个事情啊,这个mass random只能返回什么呢,从0到1啊,0到1的随机数啊,好 这个什么呢,这个什么呢,这个什么呢,mass啊,mass.rundon啊,rundon啊,那么只能返回啊,返回,这个是,返回,从,从0到1,之间的,啊,之间的,随机数啊, 随机数,是吧,啊,那么不包括1啊,不包括,这个不包括1,啊,不包括1,这样子,好,那么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如果不包括1的话,我们来做什么呢,做一个什么,做一个某一个区间里面的数,怎么做是吧,好,来看一下啊,好,那接下来的话,我们还需要其他一些方法, 这个mass里面还有其他一些方法,其他一些方法,来看一下,这个mass里面还有什么方法呢,还有什么方法啊,还有这个什么呢,这个向下取整和向上取整啊,向下取整和向上取整啊,这两个方法的话是什么呢,就是可以用到什么呢,用到我们这里啊,好,向下取整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把什么呢, 一个数的什么呢,比如说是五点,五点六啊,向下取整的话是什么,就是直接什么,把那个零点六给它去掉了啊,好,向上取整是什么意思呢,就是比如说五点六,它的取,取,取值什么呢,直接是六啊,好,直接是六了啊,好,来看一下啊,比如说我来写一下,比如说这个, alert一个什么呢,alert一个什么呢,这个mass是什么呢,mass,mass这个flow啊,mass flow吧,mass flow啊,mass flow的话是向下取整啊,比如说这里来个五点六啊,五点六,是这样的啊,五点六啊,好,五点六的话,那么,来弹一下这个数啊,弹这个数啊,好,来刷新一下啊, 那么这个时候什么,是不是五啊,五啊,就是什么意思呢,向下取整是什么,把小数全部去掉啊,小数全部去掉,只剩下什么,整数的部分吧,啊,好,这个是弹出五啊,弹出五,好,接着的话再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,再来谈一下这个向上取整,是吧,alert一个什么呢,还是的,这个mass random,mass什么呢,mass这个是cell,是吧, mass cell的话是向上取整,ceil,是吧,ceil啊,ceil啊,好,这拿一个五点六,五点六,好,这个弹出什么呢,看一下啊,好,这刷新一下这个页面,那么它弹出什么啊,是一个是五吧,这个是向下取整,是吧,好,向上取整的话是什么呢,弹出六,是吧,弹出六啊,好,这是六, 就是五点六等于六啊,好,假设说是五点二呢,五点二,啊,它也等于六啊,刷新一下啊,这是五吧,这是六吧,啊,这是向上取整啊,没有四手五入的啊,要么向上,要么向下啊,没有,不是四手五入啊,这样子的,好,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这两个啊, 这个是向下取整啊,向下取整啊,向下取整啊,向下取整,怎么呢,就是,呃,向下取整就是去掉小受部分啊, 好,这是向上取整啊,好,这是向上取整,是吧,向上取整,就是什么呢,就是,数字,是吧,应该是,可以怎么说呢,应该是去掉小数部分啊,去掉小数部分啊, 啊,然后,整体什么,加一吧,加一啊,整体加一,是不是这样的啊,向上取整啊,把小数部分去掉,然后加个一啊,就是这样子的,好,那么这是关于这几个常用的啊,比如说这个, 哦,mess random,是吧,mess flow啊,mess cell啊,好,接下来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,如何做一个什么呢,做一个什么,一个固定什么, 区间的一个随机数啊,就这个的话,就没有一个,没有一个方法给我们用,所以说我们得自己做啊, 那么可以怎么做呢,那么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什么呢,做一个十到二十啊,比如说十,十到什么,二十啊,之间的随机数啊,之间的随机数啊,随机数,好,十到二十之间的随机数,好, 好,这个怎么做呢,那么就来,来一个啊,mess random的话怎么样呢,它是去获取某一个区间的是吧,好,比如说十到二十的随机数啊,好,那么可以怎么做呢,比如说这个, 我定一下吧,那么有个公式是吧,比如说Wa一个,呃,N1啊,比如说I什么呢,LUN,ILUN啊,这里有了吧,I吧,IN1吧,01啊,01的话就等于什么,十吧,等于十啊, 好,二十啊,好,二十的话怎么做呢,那么的话,我先让什么呢,这个IN02减去它,是不是,是不是他们的区间呢,是吧,区间啊,好,那么是这个公式这样子,是吧,那么就是这个IN02啊,减去一个IN01, 减一下,减一下,是吧,减一下都是怎么样呢,那么它两个怎么样,他们两个再乘以一个什么呢,乘以一个Mess random吧,乘以一个Mess random啊, 嗯,是不是乘以一个Mess random啊,是吧,Mess random那么他们乘了之后是,大概是什么,从零到十的一个数啊,是不是这样子啊,这个是不是十啊,十啊,十,这两个一点是不是十啊,十啊,十, 就是零到一的一个数啊,零到一的一个数的话,然后怎么样呢,呃,零到一个数乘以这个十的话,就是什么,零到十的一个数啊,零到一的十的一个数,然后再什么呢,再整体加上一个什么呢,加上一个什么,加上一个I,就加上这个啊,加上这个啊,加上这个啊,是不是这样子啊,啊,加上这个啊, 啊,那么就是什么,就是整体的什么,就是这个随机数啊,随机数啊,那么这两个成的都是怎么样呢,它是不是什么,是不是一个小数啊,里面有小数啊,因为这是一个小数是吧,所以说整体它怎么样,它还得什么,取整吧,啊,取整啊,那么整体的话,它在取整,它在取整,是吧,它在取整,比如说是,在哪一个Mess,Mess什么呢,哪一个,假设说, 是Flow吧,Flow啊,好,把它包起来,是这样的啊,MessFlow啊,好,那么大概就是这样子的,是吧,好,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,这个值的话,我们可以怎么样呢,看一下可不可以,是吧,好,那么的话,我们多取取一些值来看一下啊,多取值看一下的话,我们来一个循环吧,比如说再来一个什么呢,负循环,是吧,来个负循环啊,好,负一个什么呢,挖一个I等于0啊, 好,I小于这个,取个30个数看一下啊,好,I++啊,I++,然后的话怎么呢,好,假设我定义一个变量啊,定义一个,比如说这个,这里是Ilan,是吧,前面是用Ilan吧,Ilan02吧,Ilan02吧,Ilan02啊,02假设就等于这个什么呢,这个值是吧,这个值吧,好,这个值啊, 好,再来一个数据吧,好,再来一个数据吧,Ar2是吧,好,等于一个空的数据啊,空数据,好,我把这个数据给它塞进去是吧,然后Ar2是吧,然后来个push吧,push,push这个什么呢,Ilan02是吧,Ilan02,好,完了之后,我把这个什么呢,这个把它,什么,council log出来是吧, council log啊,council log,council log这个什么呢,Ar2是吧,好,看一下,这个可必得到我们想要的数是吧,得到我们想要的数啊,好,好,那么刷新一下这个页面是吧,刷新这个页面之后,然后是什么呢,啊,看一下这里面的cancel就行了,是吧,cancel啊,点这个cancel, cancel的话什么呢,这个是,这个是第一个是吧,第一个产生的这个,我们看第二个是吧,这个是第二个产生的嘛,是吧,好,这个是什么呢,十,十二,十什么呢,十五是吧,十一,十九,是不是没有什么呢,是不是没有二十啊,是吧,看一下,是吧,从十到十二,十四,什么,十五啊,十七,啊,一直没有什么呢, 是没有二十啊,十九,最大的十九啊,好,你说这个数可能不够是吧,不够的话再给多一点看一下啊,他说是,来个四十啊,看一下啊,好,再来随机生成一下,刷新一下,是吧,好,再来看一下这个啊,这个里面怎么样,是不是还是没有什么呢,没有二十啊,是不是没有二十啊,没有二十是因为什么原因呢,因为我们这个什么呢,我们这个flow是什么, 是向下取整的吧,他是向下取整的啊,向下取整会导致什么呢,导致这个数不够啊,不够,比如说到了十九点,十九点九的时候是吧,比如说十九点九的时候怎么样,就就就成了十九吧,十九点九的时候是成了十九啊,因为这个里面这个东西它不会等于一吧,不会等于一的话,这个成的话,始终是什么呢,始终是,到十九点九九都行是吧,始终是什么,不能到二十吧, 比如说这个地方可以等于一的话,等于一的话,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什么,就是十吧,是吧,好,十加上,再加上它的话才是二十,是吧,所以这个地方怎么办呢,是吧,我们想到二十,是吧,怎么办呢,这里边再加个一啊,这个地方再加个一,这样就行了啊,这么做啊,这么做就可以了啊, 好,这是它的这个公式啊,好,这是它的这个公式啊,是太麻烦了,是吧,生成一个随机数啊,好,生成什么呢,生成从十到二十的随机数啊,随机数啊,这么做 好,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啊,那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个地方可不可以啊,好,再来刷新一下啊,再来刷新一下,好,这地方是不是有二十了,是吧,有二十吧,有十吧,有十一吧,十二,十三啊,有十四,十五,是吧, 有,有,有,有没有十六啊,还有十六啊,应该有十六吧,是吧,十七是吧,十七啊,没有十六是吧,好,再刷一下啊,应该有十六的是吧,这个是不是十六啊,十六啊, 应该有了啊,好,这个应该是可以生成这个十一到十到什么呢,二十的随机数啊,好,这样子啊,好,这个没问题啊,好,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,这个,这个什么,取得随机数啊,好,那么我们取得随机数就这么麻烦啊,需要这么细啊,需要这么细啊,需要这么细啊,好